好 好 還有什麼 製作人還有說一個什麼 Greek restaurant 喔對 Greek food 我們知道 Dappos I have no idea But I've seen the pictures He's already uploaded 對啊他說要帶我們去吃金輪 好啊 自己在Facebook上打卡 對啊 太過分了 所以 大家如果還想再見到范范的話 可以每天去那幾個店裡面等 好 說不定哪天就被你們等到了 好 還有什麼問題嗎 好 那如果講到吃的話 你們最喜歡吃什麼菜 菜啊 對菜系 就是說Greek啊 Canadian啊 Canadian food 如果真的要Categorize 像什麼餐是加拿大餐 比較像西海岸 就是海鮮比較多的餐 就西式可是海鮮比較多的餐 Like lobster Yeah lobster Oh Cocktail shrimp That's all 那叫做美國的餐 開始問一些菜 幾度人間 我是比較喜歡粵菜 就是 就是 港式料理 港式料理 對啊 所以我們來這邊就覺得 他們說 因為我們待這邊是Richmond Richmond 小香港 所以就好像 待一個 對啊 我們搭了大概十 十一個小時的飛機 然後一下機 然後就覺得 欸怎麼到香港 對 但是 很有親切感 對啊 因為我到現在除了看到兩位 兩位 一個白人朋友跟一個黑人朋友 都還沒有看到其他的外國的朋友 就我還覺得 哇 好有親切感 而且我們EAN是會講中文啊 一點點 一點點 非常好 嗨 你好 不錯 Anyway 就覺得 這裡真的是 華人的一個很大的聚集地 所以我們明天要唱很多感動的歌 然後 好好的抚慰一下我們華人朋友的心 好不好 太棒了 那范范 我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 我知道你是實力派歌手 又是厲害的主持人 那 去那個 模範范范范堂之後呢 喔 又有一個 跟蕭敬騰一起主持 最美和聲 然後現在又演了一個電影 所以現在是全方面發展對不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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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跟蕭老師 蕭敬騰 另外一個餘生 好煩喔 沒有 就是 我們是在北京做一個節目 叫最美和聲 我是當那個評審 然後每一集要跟我的學生要喝 合唱 合唱 對 那個節目花掉我們很多的時間 然後但是我覺得很好玩 一個很好的experience 然後 可以把每一首歌都有一個新的詮釋 對 然後也是很大的一個challenge 因為以前自己唱歌 在舞台上 你自己對自己負責嗎 可是現在你有學生 你要對你的學生負責 然後你希望他有好的成績 所以你想要跟他有好的表現這樣子 那那個是一個 其實在不能算主持 算是一個全新的工作領域 對我來說 那演戲這真的只是 是好玩的 無心插流 就大家 觀眾喜歡 我就試一下 然後不給自己太多限制 然後你們進那個戲院 如果看那個背頭走那五點 我出來的時候拜託笑小聲一點點 對 因為我出來的部分比較好笑 然後其實他整個戲是一個很感人的戲 對就這樣子 哭了很久喔 害我哭了很久 真的嗎 你看 對 最後有點可憐這樣子 那謝謝你們喜歡 那我想問一下維莉安 是 你師姐進入電影圈 然後也有演一些戲 那你之後 他看起來 他先拍了電影 你是說李安吧 你是 是我嗎 應該是李安吧 對 那你之後有什麼就是類似的作品嗎 關於戲劇的嗎 關於戲劇的嗎 也不錯 今年的話應該不會有 因為如果大家想要在十二月聽到新專輯的話 應該是不太敢做跟演戲相關的事情 但是 可是以後一定要有 有 他很會演 我答應喔 真的 爆料爆料快點 自成一派天 天然萌 天然萌 自然呆 可以現場表演一下嗎 什麼事 沒有 他在台灣有演過一個電影 是那個叫什麼鳥日子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講那個就是 都不用演 你就覺得 哎呀演得太好了 因為他就是 很渾然天成的一種 戲劇風格 然後是有一種 微鳥的幽默在裡面 是現在這個表情嗎 對 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整個整集 兩小時都這樣子 沒有啦 沒有啦 所以很無聊 其實 那其實他比較 那部電影有一點點像 Student Project 哦 但是就是 好玩 那我覺得 師姐 又 芬芬姐說 很會演 其實是比較像是 劇場生活裡面 對 就是表情比較豐富 但是你真的 camera在那邊的時候 那其實是另外一個art form 那其實很難 對啊 所以其實 就是演員 我相信 潘滿潔也知道 當演員真的很幸福 對對對 其實很難 所以真的 演過以後 你就會很佩服 真正的professional actor actress Well I think you could be Such a great actor No I cannot Yes you can 真的 好那我們 Q&A環節要接近尾聲了 所以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趕快提問 我們接受最後一個問題 明天演唱會時間大概多久 還有多少首歌 說時間多長 對 時間多長還有多少首歌 這樣子 多 欸 而且 明天 我大概要唱二十幾首 然後跟文鳥 文鳥今天也是 我們有一個特別的環節 然後他自己也要再多唱幾首 所以加拿大的朋友賺到 對 WOKA RUNDOWN 就跟幾乎就跟之前比如說在台北的演唱會 根本就是一模一樣 對 台北跟香港有一點像 但就多價的東西 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那個 文鳥出來說要尖叫大聲一點 笑小聲一點 對 好囉 那我們今天的Q&A環節就到此結束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我們的贊助商上來跟我們 好 那我們現在先有請主辦方 阿妍妹的負責人 一眼上台 耶 阿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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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很棒 阿妍妹 我來想說 阿妍妹 謝謝你 阿妍妹 我們很高興 你 阿妍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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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棒 阿妍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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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開心 這樣 這是來的第一次 這次的時間 在 Canada 好嗎 超級 超級 好 至少 明天,我希望大家會來明天,我們想給你們的最棒的表演 我還有一個問題,你愛Vancouver嗎? 愛,很愛 好,接下來我要請華明贊助Peper Wireless Vidal上台 謝謝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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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請金贊助Watera Rock Casino Resort 上台 嗨 接下來請China Airline 中華航空